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最近有一档股票真的是标翻了 叫新世纪 这个3383的新世纪做LED的 我这个股价从12月低点3.8元 标到今天继续涨停板 涨到9块9.22元 这个新世纪不是去告那个 他是去告苹果嘛 对不对 他去控诉苹果嘛 那是侵权的问题 就这个官司开始新闻出来 他就一路标涨停板 每天涨停板 每天涨停板 今天已经涨到9块多了 我不要听到没有 你有没有新世纪 3383这档股票 应该可以讲说 堪称最近最标股了 好那另外 这个基本金属啊 去年全年表现也很好 那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铜价去年涨了25% 在前一年呢 这是涨26% 所以连续两年铜价大涨 铝价值涨了42% 新价涨了28.5% 千价涨了15.5% 涅价也涨了25% 习价大涨91% 所以这个习波纸啊 应该最近很贵啊 这个唯独就铁矿沙下跌啊 因为被中国大陆打压的关系啊 铁矿沙全年是跌了10% 那么刚讲美元指数涨7% 台币升了将近快3% 所以一来一往差了快10% 所以台币可以讲说非常强劲啊 好那台币会不会延续到今年更强劲呢 好那当然这个几率我个人觉得相对低一点啊 因为你毕竟升到27块半这附近啊 再往上升啊 呃恐怕也有一点力有未带 但是你说啊台币会不会有扁回去到30 我觉得也不至于 好因为看起来呃台币有点转股的味道 好过去动辄就会扁回30呢 这几年看起来呃随着台商的回流各方面呢 台湾的出口竞争力加强 有点转股的味道了 好那呃我们今天这个阶段呢 请到一位来宾从一楼走上26楼 因为刚大地震嘛所以本台呃本电台所坐落的这栋大楼的电梯呢 全部停止啊 所以呢上下楼都必须走路停啊 好爬了26楼好有点气喘 然后因为说刚刚前面讲久一点让他喘一下 好这个投家日报申请总监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亲友你好 木华哥好各位听众还有网路上的网友大家好 会不会喘走上26楼会不会喘 你现在问我当然说不会喘 走上来刚刚到楼上那一刻会不会喘 会啊当然会啊 其实就要调整好那个呼吸的节奏啦 其实一开始是有点累 但是后来就就像因为我之前喜欢爬山嘛 像我我喜欢爬台湾的高山 我还曾经去爬过日本的富士山 其实后来在爬的过程中 其实就是吸一口涂两口 吸一口涂两口慢慢的涂 富士山应该还好吧 富士山你是从那个那个湖那边走上去吗 还是从哪里走 他们有个什么几十几十什么十灯幕吗还是什么 就是他有一个一个一个从上面开从上面开始走上去的地 那他确实是无止境的上坡了 然后无止境的下坡 对因为富士山是一个火山火山地形嘛 走上去又要下来啊 对啊 然后他的路况其实不像台湾的山那么好走 因为他都是碎石头嘛 对啊 其实不像台湾的山的视野也比较好 不过日本的那个富士山上的日出真的是天下绝美 对啊 我真的可以想象说 为什么日本要用那个他们日出来当作他们的国旗 真的是真的是好怀念可以出国的日子 好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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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一次刚好这地震啊 刚好也让我想到像我印象中好像木华哥平常 好像都是会来电台的时候 其实你都是走路上来嘛 我都走28楼 走28楼 从那个地下室这样 这其实就说明了 我要这边这件事情啊 今天的刚才那个地震 那我讲了两件事情啊 第一个其实就是平常要做好准备 像那个木华哥平常就有在运动在健身嘛 所以当这个这个需要你登高26楼的时候 其实你就觉得啊平常有训练 我就很快的给一口气的就上来 那如果平常没有训练的应该这时候会 非常的难熬嘛 脚软 会脚软 真的会脚软 那这是第一个嘛 就是平常要做好准备跟训练 那第二个 这个这个其实都跟投资有关 第二个其实就是台湾 其实毕竟是坐在地震带嘛 其实三不五时都会有突起来的地震 这很正常 那地震来的其实是好事 因为它能够释放能量嘛 不断的一些小地震 会尽量降低以后未来大地震的一些风险 那这种地震其实不像台风 台风基本上还可以预警 地震通常很难预警 都是凸起来就来了 那我要讲的其实就是金融市场也是一样 台股也是一样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大家看不要看一下台股已经来到万八了嘛 就这一波的行情从月底这样子 从去年的年底这样一路的走上来 然后看台股这三年 每一年都涨超过两成 就感觉好像台股都一路的多头上去嘛 那我要跟大家讲就是 金融市场永远会有突起来的利空 来打击多头的信心 这种这是非常自然的现象 就好比台湾三不五时会有地震一样 你事先没有办法预警 但是它一定会来 而且它来的时候 如果再来一下子 大家还不会害怕 那但是地震 如果天摇地动久一点的话 你开始心就会慌慌 像这一次的地震 有了刚刚就是这样子 有久 这次的地震是有久 就是再久一点 你心就会慌了 对啊 那当然在资本市场中 也会有突起来的地震 有小地震 也会有晃比较久的地震 当晃比较久的地震来的时候 大家 投资人一定会心慌慌 意乱乱 大家就会开始 会害怕嘛 会害怕账面上的亏损 会害怕台股是不是要走空 会怀疑人生 会开始怀疑人生 那但是我要讲 这些都很自然的现象 就是 台股市场中 永远会有突起来的利空 去打几多头的信心 就好比 台湾三不五十 一定会有突起来的地震 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平常要做好准备 那这个准备的部分 当然就像这次地震的时候 平常木华各尔在锻炼嘛 所以你真的要爬楼梯的时候 绝对没问题 然后那 但在台股中的一些 投资的一些预备 像我自己啊 其实我大概都会常态性的 虽然我大部分的流动资产 都放在股票市场 我几乎扩掉不动产之后 大部分流动资产 几乎百分之百都放在股票市场 所以没什么现金 但是可以动用资金 大概百分之百都放在股票 但是我会常态性的 保持在两到三成的现金 以备不时之需 这个现金其实 不是要拿来花掉的 而是当如果台股出现 突起来的利空 就给他加码的 就可以让我有手上的筹码 可以去封地去接到一些好股票 因为其实在资本市场中 在台股中啊 有两件事是比悲伤还要悲伤 第一件事啊 就是你 第一件事就是被迫砍在阿呆股 很多 去年一波那个航海王 当然今天有新闻说 那个PPT的航海王 海狂赚45亿嘛 这个煞心了很多人 但是去年有更多的新手 在航海王的投资上 其实是煞意而归 对啊 那因为他们很多原因 都是被迫砍在阿呆股 就是为什么会被迫 可能不是闲钱投资 你可能是过度的扩大杠杆 所以你就被迫砍在阿呆股 那这是金融市场中 一件很悲伤的事嘛 那第二件事情 比悲伤还要悲伤的事 就是你明明知道 一档股票已经很便宜了 但是你已经没有现金可以买了 那你将会措施它 就是好股票跌到 好价格的那个契机 因为通常那个契机 很快就会回来 比如说像台积电 台积电去年十月份的时候 那时候台股经历 猎杀红色十月的时候 台股也跌到了年限 台积电也跌到了年限 那个时候我就有跟慕华哥讲 台积电跌到年限 很漂亮的一个数 很漂亮的价格 因为它今年明年的业绩 展望是很好 所以很多时候其实 因为我们要先有个心理的一个定见 这心理的定见是什么 也是个投资的定见 就是股票市场中 永远会有突起来的利空 去打击多头的信心 所以不要看今天的台股 好像还不错 今天是开红盘 盘中还上涨了白点 但是大家不要忘 今天的盘是终于有透露出一些危机 待会我们还来讲 但是在过程中 你一定要平常就要做好一些准备 那这个准备过程中 像我自己就是预留一些现金 那当如果 我不知道下礼拜会发生 我不知道这礼拜会发生什么事 我也不知道下礼拜会发生什么事 搞不好在过几天台股有什么 全球资本上有一个很大的利空跑出来 我真的不知道 你不要吓人 我们刚刚已经被地震吓得吓到了 我真的完全不知道 到现在都还有一点在摇晃的感觉 就是摇了很久 但是大家乐见 因为其实很多的好股票 就是有地震来的时候 它才会跌到便宜的价格 所以好股票会越跌 所以你的意思是 我们现在要开始留一些现金出来 对啊 像我自己的操作的节奏很明显 像我在10月 去年的10月份 我几乎每天都在买股票 但是后来11月份 我已经不再买了 然后12月份我已经开始几乎在 我不再买股票 但是我就一直站在卖房 一直到货了 不是到货 调节持股 调节出股 就是要拉高现金的比重 就是目的是什么 那你现在现金比重是多少呢 现在哦 你问我现在 以今天的节奏应该大概37%了 37% 如果以我就是股票 那你也倒了不少出来 到了 台股已经长到历史新高了 对啊 那大概会再控 那每个人的股票部位跟现金部位 依风险承受度不一样 那有些人可能要五成的现金五成的股票 有些人可能要七成的现金三成的股票 不一样 按照每个人的风险承受度 那我自己是常态性的一定 最少会维持六七成的股票 你说今天有看出一些危机是什么 我今天就是辣机台行器 今天台股就涨台股 今天是吃鸡的日子 哇这个就是台积电一枝独秀 台积电同样是金元代工的产业 台积电一档上涨 但是你看联电跌了 世界先进好像跌了4-5% 联电也跌了2%多 那反而台积电自己应该在找 那辣鸡排其实 鸡排虽然好吃啦 其实蛮好吃的 但是鸡排吃太辣 其实有的时候也会吃坏肚子 也会拉肚子 所以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当然这就是短线的 排面上的一些变化 就是市场透过这个 让台积电一档拉鸡排 就是这个辣鸡排的行情 让指数看起来好像是不错 但是排面的很多的中小型的一些个股 好像都出现了蛮明显的 获利了解的卖一样 那这个都是在短线上 可能会有一些压力或风险 所以你还会再继续卖台股吗 继续调节下去吗 我现在会不会卖 我就股票到了价 就是到了合理昂贵价 我就会卖了 我几乎每一档先前卖的股票 都是它已经涨到 我计算出来的合理价格昂贵价 我就卖了 好我们这边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先上 请教孙琴 到底辣鸡排怎么操作 酒吧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我们线上有很多朋友 在问好签文 还有当米虫 还有Joseph 台北的天空 Emmy 国展 Eric 大家好 Brian 大家好 你们应该都没有被地震吓到 对不对 我是被吓到了 因为我刚才到现在都觉得还头晕晕的 然后我们孙庆龙总监是爬楼梯上来的 因为我们电台的大楼的楼梯 这个电梯是停止运作了 所以也练一下强身报国 还是怎样 我觉得蛮好的意外的收获 意外的收获 不爬楼梯才不知道自己身体那么差 对不对 不用去海南岛就知道自己身体很差了 好了 请教这个辣鸡排 到底这个盘 你刚看出危机了吗 那这样危机 短线上的危机 因为其实今天盘面就蛮明显 今天的虽然指数盘中有上涨白点 然后尾盘 中场是只有上涨50件 但是今天下跌的加速是比较多 而且多非常多 多1000多加 上涨加起来1000多加 就是如果是跌幅在0到2%之间的 大概有700多加 然后上涨的加速其实不多 真的不多 大部分上涨超过1%以上 超过1%以上的只有200 200不到300加 所以这个占比是非常的低 所以其实而且很多先前 其实比较涨比较多的一些标的 都感觉到有蛮明显的 获利了解的卖洋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这个行情 可能就是大家就是要做好 这个防地震的准备 我不知道为何 我们现在会有什么事情会跑来 有人问你3413金鼎 今天杀的好重 还好他也涨很多了 他10月份从190开始涨 涨到这波的高点260 也涨了三成多 他的价格其实 如果所有的公司 他都可以计算出合理的企业价值 那其实金鼎大概在260那个地方 大概就是他在前已经 以他去年这个获利的状况 算是一个蛮合理的一个价格 所以就是投资人要记得 就是很多时候的股票就是涨上 就是我一直强调就是投资要赚钱 就是四个字嘛 买低卖高 那什么时候会低 就是股票在跌的时候才会低 什么时候会高 股票在涨的时候才会高 那什么时候股票会涨 就是有很多的利多讯息 就是不止不一定是公司的利多 甚至是当时行情的偏多 都会造成股价的上涨 所以其实 所以为什么我刚开始在上一段节目中 在我讲我自己的投资节奏 我几乎在12月 我11月份我就没有再买过股票了 12月份之后就开始调节股票 就开始一路的卖 因为台股在上涨 在上涨的时候 很多的好公司 先前跌到便宜的价格 你买的 当大家回到河里 来到昂贵的时候 当然就要做调节 不然世事难料 我说其实很多事情 其实金融市场 永远会有突起来的利空 去打击多头的信心 所以你平常一定要做好准备 所以我觉得当你做好准备之后 其实你在看行情的波动的时候 你应该会蛮乐见的 为什么乐见呢 就是因为今年其实蛮 我觉得去年蛮明显的 2021年它有分为两个阶段 上半年啊 就是股市就一直在涨 一直在涨 然后到了下半年之后 股市就变成是在上冲下息 就是涨上去又跌下来 涨上去又跌下来 涨上去又跌下来 就像刚刚有同学问那个金鼎嘛 金鼎就很明显 他过去这 金鼎老板都会听我们节目 所以你讲金鼎要小心一点 有一次我碰到他 他跟我讲说 哇从 每次从新竹回来都听你的节目 就是他们就蛮明显 他的股价就是 有时候就从100 180 然后涨到250 然后又跌回200块以下 然后又涨上200 260 然后又跌到200块以下 然后又涨上260 然后就上上下下 上上下下 所以其实 身为聪明的投资人 应该要热见股市的波动 因为金融上有一句话嘛 不怕牛 不怕熊 就怕遇到猪 什么意思呢 不怕股市大涨 不怕股市大跌 就怕股市变成 不涨不跌的 躺在地上的猪 猪队友 所以这个股市的波动 是好事啊 不要讲猪 猪今年生肖很好 猪跟虎是很三合 真的吗 今年是猪 今年几个生肖好的 就猪啊 兔啊都很好啊 兔跟猪都很好 还有鸡也很好 真的吗 对蛇不好 那我是属蛇的 那我今年是 你要小心 蛇今年是跟那个犯太岁 真的吗 真的啦 真的啦 但还没有到 因为是虎年嘛 还没到 还有一个月 你可以趁机避难 去找一下阿南德 不用不用 我有上帝当我靠山 阿们一下 刚刚同学有问说 这个金顶的合理价 如果从镜子笔的角度来看 大概就是260 就是他的合理价 好啦 有人问你说台积电 这次会冲上多少 这好特别 我今天出门的时候 我的邻居也问我这件事情 孙先生啊 今天台积电好强啊 然后要怎么看啊 对啊 哇塞 怎么大家长的时候 就会很好奇 台积电的看法 我从去年的年初 就已经定掉 未来这几年的发展了 其实未来应该没有太大的意外 台积电就是这样子的走法 那主要的还是 一家公司的股价会涨到哪里 当然要跟他的获利 能到哪里有关 就像以前的台积电股价 天花板顶多就是100块 大概在2010年以前 10年前的时候 台积电股价 大家很难想象他能涨到100块 为什么 因为他当时的获利 EPS大概就5块钱而已 但是后来 为什么他的股价能够涨到200 涨到300 涨到400 涨到500 涨到600 就是他的获利也跟着水涨船高 所以自然而然法 人在评价 他的企业 合理企业价值的时候 就往上调 再加上台积电 先进制程不断的跨路 已经开始降 就是已经超越了竞争对手 以前在2019年以前 台积电的制程是相对落后给Intel 但是2019年之后追上 然后开始超越了Intel的技术 所以把人对台积电的本益比 就开始做拉升 好 那了解了这个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要确认 这个数字 其实我从去年年初 大概就已经确认了 就是未来这几年 就是去年台积电 2021年还没有公布他的获利 但是我们的预估大概是22.73 如果以他的这个 现在目前公布的营收 然后以他现在的资本支出的规划来看的话 大概2021年大概是22.73 那今年会成长 2022年如果没有太大意外 应该是会来到25.3 25.3 EPS 可是那个高盛看更高 高盛说今年EPS上看快30 没关系 我尊重他的看法 然后2023年的时候 台积电的EPS会来到32块 如果没有太大的意外的话 所以那有了台积电的EPS的预估 2022年大概是25.3 然后2022年是32块左右 那接下来就可以去确认台积电的便宜价 合理价格昂贵价 那按照过去这两三年 台积电市场愿意给他的本益比 便宜的本益比大概落在22.8倍 合理的本益比大概落在25.4倍 然后昂贵的本益比大概落在28倍 所以有了这个数字之后 你就可以乘上 因为我们在计算股价的 合理的企业 合计的股价就是EPS 然后乘上本益比 得出合理的目标价 法人都是这样预估的 所以如果假设台积电 2022年的EPS可以来到25.3 然后乘上便宜的本益比是22.8倍 换算出来25.3乘上22.8 576以下 就是今年台积电便宜的价格 然后合理的本益比是25.4倍 所以25.3的EPS乘上25.4 那就得出642 大概就是台积电今年获利的 642那也差不多了 今年已经631了 那还有昂贵价 昂贵价还有机会到 昂贵的本益比是28 所以25.3乘上28 708是台积电今年的昂贵价 就破700就小心了 那这是今年获利 明年会上升 明年目前看起来没有不上升的理由 所以明年台积电的EPS会落到32 所以乘上22.8倍的便宜本益比的话 733会变成台积电 所以台积电应该不会像去年1月这样狂拉 对不对 不会啊 台积电去1月狂拉 那个时候台积电是小飞下航期 一路拉到680你还记得吗 因为台积电下礼拜也要法说会啊 应该不至于 没办法这样拉法啦 它的获利就会 那我基本上我认为未来这几年台积电看到7字头 应该是水到取腾的事 大概最快今年最慢明年一定会看到7字头 好那你今年最看好一档股票是什么 最看好的 考一下你最后快点10秒了只剩下10秒了 最看好的一档股票 我压最重的是在半导体设备 我半导体设备在我总资金大概6成的 所以 所以你还是最看好半导体设备 对半导体设备 跟着台积电发大财 谢谢顺庆总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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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大财 请不吝点赞